再来看到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 近日频频杠上绿营立委和新政府 今天出席新书发表会 不仅开场引言先大酸蔡英文政府 对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控 利用广告营收成立小金库一事 陈国祥说 待官方调查结束还给他清白之后 他会提出名誉毁损税 至于暗示希望他之所进退一说 他坚决不退 说要奋斗到明年六月任期结束 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 去了争议四起新书发表会 开头先批蔡英文政府 现在新政府正在对我 施以逼退的压力 我如果这本书让中央社出版 他们一定会说你是假公济私 利用职权要中央社帮你出书 今天早上有个立法委员 就开个记者会要逼我下台 立委王定宇出面指控中央社 招聘过去从没有过的副总监职务 甚至增加广告营收私自成立小金库 这里面有一个他的姓氏上面有一个 草字头的这位小姐 你只是被人家拿来开户放这笔钱的 还我们公道之后 向他们提出民意毁损的告诉我 落下中华也不是第一次先前针对民讲立委们建议下台 陈国祥就在脸书大酸 衷心感谢新政府栽培 虽然口说不会整晚端去 但早已对董事长职位垂涎不已 向我发动逼退攻势 逼退风波文化部长郑立军回应不实指控 观看绿营立委近期频频关注泛国营媒体事业 从中央社董事长到14号即将改选的央广董事长 随着政党轮替是否有残污纳垢之嫌 也成为检视焦点 欢迎讯苏鸿杰蔡介林台北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